她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雨潭星星 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输球吧 她是队里人见人爱的小猫 长得比较像猫吧 2010年如活杯 她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 没有想那么多 就想我打好每一场 王毅涵青春无敌 中国羽毛球队 堪称名副其实的冠军队伍 从总教练李永波 到年轻的主教练 到主力队员们 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与你皆是 在他们当中 谁是最年轻的世界冠军呢 就是这个上海小姑娘 如今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毅涵 2006年 王毅涵在湖南易洋的世界杯比赛中一战成名 她先后战胜了张宁 谢敬芳获得冠军 这一年 王毅涵只有18岁 她当年的师姐 现在的教练张宁还清楚地记得王毅涵留给她的最初印象 当时真的是看到那种看到她打球的那个时候 就感觉哎呀 这个能力升高各方面可能一定会有很大的潜力 从小在上海里动中长大的王毅涵 最初走上羽毛球道路 得益于妈妈对这项运动的喜爱 很小的时候我跟我妈妈在那个外面打 然后每次我都打不过她嘛 我就每次很生气 就是 我就觉得能碰到球 就很开心 1996年暑假 妈妈带着八岁的王毅涵 去了一家羽毛球俱乐部 我记得印象就是 当时叫我们几个队员上去 教练在对面发球给我们来打 之后体校教练就在那时就指出我的一些动作 一些问题吧 爸妈讲好像要想让我去体校 三个月后 王毅涵参加了第一场比赛 比赛的结果让她终身难忘 只会打高球 调球会一点点吧 杀球上是不会的 每场下来全被打就是零分 两局都零分 我也觉得一分都拿不到 又急又生气 后来就哭了 后来我们教练讲人家练了多少年 你才练多少年 因为别人都比我都要练得才要早 所以说肯定不一样 他们调球啊杀球都会 我只会打一个高球 就差不多也就三拍里面就被打死了 有一场比赛我拿了一局零分一局一分 我下来好开心啊 我跟我们家人讲我终于拿了一分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王一涵打比赛的分数也一分分增加 慢慢的身边的小伙伴没有人能打过他了 2003年王一涵被推荐到上海羽毛球队 一年之后他进入国家二队 又过了八个月 王一涵升入国家一队 那个时候看他们一队练真的练得很认真 拍数上啊一些球的一些攻击性上都是 非常的有威胁的 而且觉得好厉害啊 其实我刚到二队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那些大队员穿着国家队的运动服 之后后面有了自己的名字 我就觉得啊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有这样一件衣服 王一涵的梦想很快就实现了 2006年 他穿着梦寐以求的国家队队服 在一阳世界杯获得金牌 成为中国五毛球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以为他们大队员可能对自己的一个自信心上会增强很多吧 18岁世界冠军 当王一涵被人们冠以天才少女未来之心后 他却发现胜利再逐渐离自己远去 那个时候还比较小一些 这个心态的一个调整 调整了不是很好 所以在07年上半年的一些比赛都打得是很好 还想赢的 但是也会怕输 我记得有一年亚军赛 我第一轮就输了 那个时候 心情就非常的低落 这种成长的代价 王一涵付出了两年多的时间 尘寂了两年之后 对冠军已经淡然的王一涵 又迎来了自己的再次爆发 2009年 他在德国公开赛 获得了阔比已久的冠军 德国的那个奖杯啊 他放在碳台上面有个橱窗里面 我就觉得啊 这个还比较好看 我这个奖杯我想要 我就 我想我就想把它给打好 之后 我 后来 我就真的就拿到这个奖杯了 德国公开赛夺冠后 王一涵 连夺全英公开赛 和瑞士超级赛冠军 一次出国参加三战比赛 都获得冠军 王一涵 创造了羽毛球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那三战比赛嘛 其实给我印象蛮深的 你想想 当我们身体状态最好的时候 我明明也是连拿两战 也没有说拿过三战 其实我真的一直觉得 那个时候的王一涵 让所有人都会觉得挺敬佩 挺羡慕的 瑞士超级赛后 王一涵回国 他的行李是全队最重的 里面全是这个奖杯啊 一些这些东西 太沉了 拿不动 还有自己的拍子 一些零碎的一些东西 之后我就是拖在地上 拍照是拖在地上走的 是这样的 实在是拿不动了 这些沉甸甸的奖杯 让王一涵的世界排名 迅速升到第一位 成为张宁 谢兴芳退以后 中国女单接班人的 有力人选 她是一个进攻型 而且杀伤力也比较强的 只是有些时候 她还是欠缺在一种 保持我这种 比如说我的世界排名第一 我要每一场球 我都要赢 赛场上的王一涵 拼酒十足 场下的她 却是队里人见人爱的小猫 她们都叫我 叫我小猫 长得比较像猫吧 像吗 我自己比较喜欢 这下变猫 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小孩 有时候在场上 比如说你练不好了 有时候也会不高兴啊 脸啊 其实转身这一段下来以后 就跟队友之间 嘻嘻哈哈啦 这样子 而且她是上海人嘛 有点就是这种 东北人这种性格 上海姑娘王一涵 大大咧咧起来 有时候让东北教练张宁 都哭笑不得 有时候你很生气的 看完她这一段训练的时候 然后下来以后 嘻嘻哈哈的就没事了 真的你哭笑不得 如果输的话 我会比较难受一些 但是过了一会儿 你就会看见我 又笑起来了 22岁的大孩子王一涵 在2011年游博杯上 将首次挑起女队的大量 出任第一单打 赛前王一涵 许下了一个小小的心愿 在我这边有两颗心 一个是世界杯的 一个是苏迪曼的 我希望这次打游杯 能够有第三颗心在这上面 希望他下次发我衣服的时候 有第三颗心 汤杯充满了激情与刺激 更体现了团队精神 汤姆斯杯体现的是团结的力量 汤姆斯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是我们一个团队在战斗 汤姆斯杯团队的力量 他团结的力量 把握机会展示自我 夺优杯 没话说 要夺冠 必须的 关注中国与马球队 关注汤姆斯杯 油果杯 关注我的奥林匹克 优优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